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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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南部的赫尔松地区 过去几周 俄军已被逼退20到30公里 地方当局正组织数万名提名撤离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20号声称 败北的恐慌情绪蔓延 俄方正在掠夺并连夜转移 扎布罗日核电站所在城市 埃尼尔戈达的物资 然后撤离 英国情报部门认为 俄当局正考虑从蒂涅伯和以西 进行大规模撤军 由美国军事智库则分析 俄方正策划对卡霍夫卡水电站 发动假期攻击 以掩护俄军撤退 并阻止或延迟乌军渡过蒂涅伯和 不过赫尔松庆俄官员坚称 地区各条防线仍处于控制之下 乌军未向前推进一步 俄军也没有撤退 并指计划击退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后 对尼古拉耶夫 奥德萨 以及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发起反攻 俄国防部当天则表示 俄军在一天内摧毁了乌克兰 在赫尔松以及哈科夫的三处指挥部 同时摧毁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 以及赫尔松地区的五个临时部署点 凤侯一世 最后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宣布 顿涅茨克等四个新加入俄罗斯的地区 进入战时状态 并签署四驱戒严令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当天的每日视频讲话中回应称 戒严令的签署表明 一直使用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词的俄罗斯已经坐实了 这是一场战争 泽连斯基表示 俄方死前一直回避使用战争一词 如今却在其占领的土地上宣布戒严 对乌克兰男性尽快离开那里 如果不幸被俄方征召入伍 则要寻找机会放下武器 并返回乌方控制区域 美国总统拜登 19号也对俄方的戒严令做出回应称 普京想用残暴的方式使乌克兰人屈服 根据普京签署的戒严令 乌克兰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 扎布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 被俄军占领的部分 从20号起进入战时状态 并实施戒严 这也十四二战结束以来 克里姆林宫首次发布戒严令 而根据俄战时状态法的规定 在进入战时状态的地区 当局可以重新安置居民 征用私人财产 限制交通出行并实施宵禁 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 秘书丹尼洛夫认为 俄方发布戒严令 是将把俄战区的乌克兰平民 大批迁入俄罗斯境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种战时的戒严 或者叫军事管制 二战以来这是第一次 那说明确实是一种很紧急的情况下 战争情况才能够来实施的 那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戒严令 它最后会有怎样的一种意义和后果呢 首先我们要看戒严令的内容 这个戒严令是根据俄罗斯有戒严法 来实施的 戒严法里面是具体内容的 包括晚上要实施宵禁 还有对任意的这个汽车可以实施检查 让你停下来 你就停下来 再有呢 就是对这个人员进行大规模的迁移 还有呢 就是对这个一些财产的没收 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那么当然对于外国人可以拘留 就是他们会不会这样 借着这个戒严令 把这个原来现在被占领区的 很多乌克兰的居民 强制性的来迁移到俄罗斯的境内 现在俄罗斯人口也需要嘛 而且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人都是讲俄语 再就是呢 那边本来有很多是俄罗斯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强制性的 所以说呢 这个泽列斯基马上警告说 如果被你 你被这个强制性的这个 给征兵呢 你可以投降 那么要强制性的拉走呢 我看这就有点不太容易了 其实以前在苏联的历史上 有过这种 这个整体的行政的大迁徙 比如1937年 当时呢 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很紧张 那么这个内务部 内务委员会啊 就向斯大林报告 说在这个远东 那边的朝鲜人 就是大批朝鲜人呢 他们当中有通日的人 有日本间谍 于是呢 就有斯大林按照他们建议 就下一个这个最高指示 最高指令 就把远东的 大批的这个朝鲜族人 他们叫高丽人 给你三个选择 一个是迁到满洲 这个所谓日本的这个 占领的满洲国 还有呢 到这个朝鲜 就是日本占领的朝鲜 再有呢 你如果不愿意去这两个地方 全部迁移到哈萨克斯坦 一些无人地区 1937年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 171700多人 有具体数字的 所以你现在到哈萨克斯坦 那边有很多像我们 这个我们这样面孔的啊 是朝鲜人 我在车臣的时候都看到过 他是这个东方人 就是当时迁徙过去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禁言令 会影响到多少层面 现在还有传言 说它可能会影响到 俄罗斯国内的两大联邦区 一个联邦区 就是包括莫斯科在内的 叫中央联邦区 中央联邦区有17个州 加上一个直辖市莫斯科市 所以有人说到明年1月份 莫斯科可能也要实行戒严令 当然这是一个传言了 或者是谣传 还有就是和这个乌克兰 接养的南部联邦区 加起来呢 涉及到26个州 那么也就是俄罗斯 整个的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呢 在9月份宣布的 叫部分动员令 结果成了全国的这个动员令 那么这次的戒严令 会不会影响到 俄罗斯的国内 也成为至少欧洲区 这个中央区 中央联邦和南部联邦区的 一些地区的这个戒严呢 也不能够排除 因为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这个进行严肃的法律管制 这对于它的社会稳定 对于战争的调度 或者是这个 最后挽救局势呢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的民间呢 也引起了一些恐慌 好 继续看 乌克兰近日多次的指控 说俄罗斯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 那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波里扬斯基19号就公开回应说 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 是俄罗斯制造的 美国方面就表示 严重的关切 伊朗军援俄罗斯一事 并且对欧盟制裁伊朗表示欢迎 针对日前 乌克兰和美西方指控 俄罗斯使用伊朗生产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平民及基础设施 发动袭击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波里扬斯基 预以否认 波里扬斯基还希望联合国不要参与任何不合法的调查 否则将不得不重新评估 俄罗斯同联合国的合作 欧盟日前透露 正在搜寻伊朗参与俄乌冲突的具体证据 以便对伊朗实施制裁 美国方面指出 以同英国和法国在19号的安理会会议上 就伊朗军援俄罗斯事宜提出严重关切 伊朗方面则多次强调 没有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无人机事件现在闹大了 主要是乌克兰在推动联合国进行调查 那么现在美国和欧洲已经都宣称 他们也就有证据说就是伊朗的无人机 转移到俄罗斯来对基辅的平民继续轰炸 犯了战争罪 那么伊朗是完全否认 而且伊朗还向乌克兰表示 我们还可以一起谈一谈 因为早前他否认这一点 那么现在据说他给了俄罗斯 三千多架沙西德 也叫建政者136型的无人机 那么已经有220架被打下来 这里边很多东西都已经掌握在乌克兰手里面 而乌克兰要求联合国派人调查 如果联合国派人调查 那么这事情就大了 因为它涉及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人理事国的俄罗斯 他就违反了他曾经投票制裁伊朗的这个决议 那叫执法犯法了 所以说联合国的俄罗斯的副代表 布里昂斯基就公开的威胁说 如果你们派人调查的话 那么我们将对你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本人的合作 那是将出现问题的 出现什么问题呢 因为乌克兰本来就在推动 说要把这个俄罗斯赶出联合国安理会 那么是不是这次俄罗斯也做好这方面准备 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那我就和联合国就掰了 所以如果真是联合国就调查的话呢 后果比较严重 而这个另一方面呢 是一种面子上的过不去 像执连斯基就说了 说你作为一个投资数十亿美元 在军工企业的俄罗斯 你居然向伊朗去求助这些很简单的无人机 那么说明你们整个的军事 这个强国是破产了 当然进一步的想呢 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人在评论 说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工制造方面 军队管理方面这个攀附严重 可能都很多中保私囊 这么简单的无人机呢 可能是供应不上 结果就像伊朗这个需求 所以这对俄罗斯的脸面确实是打击比较大 现在请看凤凰文字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思 对于有媒体报道称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 以加强台湾的军事威慎能力 美国国务院19号并没有直接对相关报道予以证实 但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所有选项 确保美国可以将防御能力迅速转移给台湾 日经新闻19号报道称 有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 旨在加快美国对台湾的武器转让 提高台湾的威慑力 对此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证实 但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所有选项 I've seen those reports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fic to offer as it relates to them but what I would say broadly is that the U.S. is looking at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ensure that the rapid transfer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Taiwan can take place as swiftly as possibl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s you know we have made available various services and defense articles for Taiwan security and the swift provis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these services we believe are essential to Taiwan security 自2017年以来 美国总统已经批准了对台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 但由于供应链危机以及恶物冲突导致部分武器系统交付延迟 美台商会主席韩如博表示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目前还没有确定哪些武器 将作为联合生产计划的一部分 但美国可能专注于为台湾提供更多弹药 以及长期建立的导弹技术 韩如博还指出 任何类似举措都需要武器制造商 从各州和美国国防部获得联合生产许可证 由于对外出售关键技术的敏感性 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会抵制这项努力 中国外交部在本周曾谴责美国 违背一中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诺言 美方承诺逐渐减少对台售武 并经过一段时间得到最后解决 但实际上 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对台售武的规模和性能不断提升 总额已经超过700亿美元 凤凤华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这个美台合作或叫联合制造武器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命题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发言人 他还说所有选项都在考虑当中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它跟最近的局势很有关系 一个是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 美国觉得他们的武器库有点告急 那么他们又怕台湾这边有事 武器供应不上 所以拜登政府考虑要加快武器转让 由这样一个动因开始的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这简直就是近乎就是要点燃火药桶了 所以说他们各方都说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事情 既然说是机密 那就是它也没有排除 那么怎么做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呢 就是美国的国防公司向台湾提供武器技术 还有一个呢 或者是用台湾生产的一些零部件 在美国制造 总而言之呢 不过是零部件也好 技术也好 反正是要准备进行联合的这个合作 那么台湾方面有一些军事分析所谓分析家 他们就认为这个考虑和台湾合作武器 这是一种实际的需要 而且呢 说可行性相当高 那么大不了就是说呢 因为台湾本身 它的这个高科技武器的芯片呢 自己是有的 那么只要美国把技术给他们 还有其他的他们自己也在制造过什么 什么雄风二型啊 什么三型飞弹啊 这是中研院 中科院开发的 那么这样一种事情呢 我想他们 这是日经新闻报道出来的 日经亚洲报道出来的 透露出来的 不是说没有 但是呢 我想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呢 应该是高度机密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澳大利亚和斐济20号签署了防务协议 允许两国互派军队到对方国家共同开展行动 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 协议提供法律框架让澳斐两国可以派驻军队到对方国家 从而令双方军队建立更加密切的工作关系 斐济国防部长塞鲁伊拉图就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两国军队可以一同训练并且跨区部署 协议为国家安全合作带来新高度 塞鲁伊拉图又说了解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所扮演的角色 双方需要团结和合作 澳大利亚现在是家境构建构造一种南太平洋的安全链 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安全是受到威胁 其实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他正在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在商讨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而在正在他到巴新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的时候和斐济先签了协议了 那么南太平洋国家靠近澳大利亚的最近的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一个是斐济 那么这两个国家也算是南太平洋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由头是去年到今年关于所罗门群岛 中国的帮他们建立一些安全设施引起来的 于是美国就很紧张 告诉澳大利亚新几内 本来南太平洋应该是你们的属地 你们现在自己不努力 不抓紧 结果就是中国就有机会到南太平洋来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现在开始抓紧了 不要无作为 它就开始有作为了 所以先和斐济 然后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再签署房屋协定 那么和其他的一些小的岛可能也签署 无非就是给钱 好 那么最后呢 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期存